三毛二家第六章第十二節 有人告訴大衛王雪耶說 因為約櫃次夫及鵝別爾東的家 和一切屬他的 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地 將神的約櫃從鵝別爾東家中 抬到大衛的城裡 沒錯,我們看到原來在這裡 大衛就去重建這個會幕 他說我要重建大衛會幕 好了,如果你要重建大衛會幕的話 在這裡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麼多年當中 其中一樣我發覺 很多自私的人 他不知道神所給的祝福 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換句話說,很多人希望行真理 是最後一刻中行真理 我記得當我曾經分享過 香港樓市會跌,九七之前 我不斷去教這件事 而事實上,很多人因為這樣而不供樓 而真的感謝住,樓市真的大跌 而導致他們很多不用供樓 但其中一個竟然 有一些人 竟然當樓市跌了 他真的沒有供樓 本來應該要多謝我的 他生氣了,他離開了 他說,為何日華 你這麼早說 讓我這麼早去買樓 雖然賺了,賺少了 竟然有這種人 有些人希望 總之是最遲才行真理 最後那刻才行真理 他得了最多的天國祝福 亦得了地上最多的祝福 明白嗎? 竟然為何我們一定要 像大衛一樣 留意這些細節 你要記住 原來因為我們要重建大衛會幕 我們就要懂得一件事 就是原來神的真理 我們一定要懂得 比別人更早去知道 就好像昨天我在結束的時候 我帶出 就是原來你 就好像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儲良 你發現我們比普通人 組成年紀儲良 是吧? 那可能有些人 說,為何你不遲多半年 但問題是 如果我遲多半年 我去到最後那剎那才講的時候 我只能夠跟十幾個人講 是吧? 我怎能夠一直傳越 越傳越多 還有頂尖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 我們讓別人早去知道 一些真理 其實我們也等於有些責任 就是我們要比別人 更早去儲良之後 當別人要儲良 我們去教人 你猜 我們得到這些祝福 神不會要求我們 扶回這個代價嗎? 很多人只聽了真理 就是想著 我相信你的真理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我聽你的原則 你說得對 你救了我的命 但我相信你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你想想多恐怖 我只能夠用這個字 是有這麼壞的香港人 就是他們盡量 是要付出最少 為何你不是最後那剎那才告訴我 為何你要早半年告訴我 因為他只想著為自己好處 但我想你知道 神一早告訴你 的原因 是不僅僅讓你知道 他要你成為別人的幫助 你也要付出你自己的責任 明白嗎? 越早的讓我們全家教會知道 當我們自己做好 我們自己應有的措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整體的去幫人 去教人 或者去指示人 當他們真的發現 哇!現在有核輻射 哇!現在你現在有缺糧 哇!現在糧食又加價 我們現在要儲糧了 現在去做的時候 或者都未遲 雖然那些食物已經割了兩倍 雖然那些食物全部都有輻射 但比不早 都未遲 但問題是他這樣做的時候 有很多當然 可能學習給他種食物 或者買錯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他們的教導 明白嗎? 所以原來我們要重建大衛會幕 而不是說入大衛會幕享受 如果你是重建的話 你是比任何人更早知道這些真理 並且因為你更早知道這個真理 所以你可以沒有錯失到 就是為神去做一番事業的時間 明白嗎? 就好像你比別人更早知道 不應該供流 所以你可以在狗質之前 你可以勸很多人 叫他們不要供流 以後他們會多謝你的 而不是說 哇!我連自己都最後一秒才不供 我管得別人死 那這些就是基督徒 這些基督徒打算上到天堂 明白嗎? 他們聽了真理 只是想著一件事 如何在自己身上得到最大的祝福 付最少的代價 但是另一批人聽到真理 第一時間做 然後做了之後 鼓勵其他人做 就好像你們聽了2012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哇!如果2012這麼真 你不如遲些再說吧 遲些再說 我們都聽得及 對呀!你或者聽得及 那你的家人 你身邊的親人 街邊未信主的人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這麼自私呢? 就算我們信了主 為什麼內心還是沒有改變過呢? 我們仍然帶著一個 必定會入地獄的心田 以為我們可以這樣 走完基督徒一生呢? 為什麼有這麼笨的人呢? 這個世界 明白嗎? 原因就是你會看到 人那種的驕傲 到信了主 都仍然將福音 將神的真理去扭曲 去適合自己 適合的就是聽 不適合的就是錯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親眼看到 米甲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後知後覺 他只是不知不改 還要蝕慢 但大偉在每個人都不知道的時候 他是先知先覺 他是最早知道要怎樣做 然後他立定心 才開始做 裡面有沒有碰釘呢? 有碰釘 這個烏殺死了 但問題他有沒有繼續去做呢? 他沒有灰心 他繼續去做 然後他找出答案 而找出答案之後 他將約計帶入石安 從此以色列人 就因為大偉這樣做 得盡一切神所給的祝福 神所給的保障 神所給的高升 都是因為大偉 他是怎樣? 他給別人更早知 然後給別人付出更多責任 和代價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不是希望 每一樣的真理 我們最後的秒鐘才知道 讓我們享盡所有清福 所有榮華 我們自己安全就救 不是我們比別人更早知的原因 是有理由的 比如說 當我們真的 你顧到你自己 你自己安全 你家庭安全 你自己是立於不敗之地 那就是時候我們去祝福人 所以你會覺得 燈光是用來光照別人 但是星光就更加重要 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成為 這些金燈台教會的領袖 那如果成為領袖的話 他是不是要先知先覺呢? 當然是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裡面所說 神是重建大衛會幕 是說這個復興是來自這個重建 是來自倒這個破口 是來自這個修補 那個全部都不是說 在這個大衛會幕裡面享受 他不是說到那天 個個都在大衛會幕裡面享受 個個都在裡面去 偷得浮身半日走 他不是說這些字眼 他在說 原來有一天這個復興 會有一群人在神的大靈底下 去做出這個先知先覺的事工 他們會比別人更加早知道這些真理 這些細節 並且比別人更加早會付出這個代價 他們就是那群的星光 他們就是那群的燈光 他們就是那群的燈光 失母意記下第六章第十二節 有人告訴大衛王說 因約櫃赤福給 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 大衛就去 歡歡喜喜地把神的約櫃 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裡 天上我一生 天上我生命光彩 上見聖一夜中窗 陳述耶穌此真愛 心中多期待 全人神十家八戀的愛 後能讓世界做心靈 離別中醉葉流淚灰桿 讓我帶著信 熱誠帶著愛 無控音韻在我內 情懷熱烈術說歌唱讚重 情深節永不改 讓我帶著信 熱誠帶著愛 從來不是有損害 求能盡力盡我氣息故中 持久每日分享這份愛 吃得了 心情 不膩 求能盡力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